花蓮域里有一名窃贼眼见有货车没有关车窗就决定要下手行窃 偷东西之前还不忘心跟车上的狗狗玩了一下 映透了一包烟之后离去 夸张的是两天后他看到了远警还大啦啦的打招呼 但立刻是被认了出来依送法办 男子站在超商前顶着货车好几秒 等到车主下车后走到车窗旁逗狗狗 接着左右张望把手伸进车内偷走物品 立马上了朋友在旁等候的机车扬长而去 看车狗狗不但没制止窃贼还玩到一起 等到车主回到家才发现遭窃气的报警 事发在花蓮域里一间超商 12日晚间7点 零性驾驶将货车停在住家附近下去买东西 没想到遭到一旁的理性窃贼锁定 代图先是跟狗狗玩耍 接着看车内没有值钱物品 不甘心还是把香烟拿走 事发两天后警方到加油站寻签 理性窃贼还大摇大摆跟园警打招呼 园警眼间认出党场将他带回侦办 警讯后依窃到罪 移送花蓮地方检察署侦办 理性窃贼坦承临时起义 窃取车内财物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难逃 园警发言 记者陈静夜花蓮采访报道